好 大家好 來到雲觀科的hashtag的時間 我現在就在紐約 今天就是星期三 這個應該就是七號 跟大家錄影 現在就在紐約的地方 後面就是Vestville 一個百科中心 但是這個Vestville 跟我去過英國的那個有點不同 比較小一點 但是非常的方便 貫穿了很多不同的地鐵站 或者這裡的subway 拍片的時候已經是 跑完馬拉松了 相當滿意的成績 終於有少少時間 晚上就做完東西 然後就跟大家去錄影的節目 未必可以帶到大家去看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希望 帶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方 還有感受比較大的地方 希望可能跟大家散步 然後就說一下我對這次紐約的行程的看法 稍後再見 這一區其實就是 Well Trade Center 那個的Vestville 那就是來這裡的原因 其實就是 嗯 我懶得特地紅 就是上次類種狀 那就是沒有帶大家去 他覺得是幾特別的一個 Starbucks 的一個咖啡店 如果沒有記錯 那裡應該是一個 在Chelsea Market 旁邊的一個 就是 就是 在應該 單餐那裡的一個 就是 就是 Chelsea Vestville Trade Center 911的一個 就是 就是 那就是 前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 一個 餐廳 那我就沒有下去 那 那 剛才呢 就是自拍的那個位呢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 很像魚骨的一個 這樣的 形狀的東西呢 就挺有型的 那 所以 一開始呢 就不想這麼悲哀的 就拍了那邊先 那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 那 那 Vestville Trade Center 嗯 現在11月啦 那過了911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就是 第一 就是 9月11 到現在11月 都隔了兩月 第二就是 就是發生911的事件 那時候都是 十幾年前的事件 那 都 我記得那時候是 就是 自己都很小 應該是 大學的時間 那 就沒有 是不是大學呢 有沒有記錯 那 我突然就是 我正在收拾一些東西 那 因為要 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那就收拾一下東西 跟著見到一個 電視機 看到右部飛機 撞了進去 那個大廈 那 初時以為是 一個失事事件 那 但是 接二連三 就有第二部飛機 隔了 可能幾分鐘 跟著就 又撞進去 跟著就說 又有另一些飛機 在五角大樓下面 跟著又撞了下去 又唯一一部呢 就是 撞毀了在一個草坪 一個平地上面 就說 打算其實是想著去一個核電站 那很恐怖 那 那晚就立刻是 就是整個美國都停了飛 那 不給再給任何飛機 就是 升降的嘛 有個這樣禁令 那這塊就是 我做資料收集數 未必那麼好 那我又沒什麼記性 那就 這棟應該是其中一棟 就是 Well Trade Center 因為它是雙子塔的形式 那其中一棟呢 那些地基等等等等 就 設計了成這樣東西 那我 真的非常之宏偉 我特意晚上過來看 我就覺得 晚上看會更加漂亮 那 很簡單 又很莊嚴的感覺 還有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那些水聲 那 中間其實呢 就是空洞的地方 那四個角落頭呢 就是有些水 還有一些燈 那 就一個 都幾深的一個位置 那 應該套了進去 大約 可能 兩三層樓 不知道 大約大約10米左右 那 就中間就是圓圖 那 就中間有個洞 就是 正方形的 形狀 那些水呢 就好像 Infinity Pool 那樣呢 就是慢慢地 射進去 那 就晚上看起來的燈 就 就是很漂亮 我記得那時候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曾經是 就是 再紀念得多些 或者是 五周年 十周年 那些紀念的時候 就有一些射燈 就射了上去的空中 那就 模擬這兩個 就是 Weltry Center 的塔 就是 一個大樓的 那當然 那當然那時候已經倒閉了 那 就 應該他就在這些地方 前面這些 就是 大部分的 預覽者的名字 都 刻了上來 那 見到就有些 是 人 悼念 那 譬如有些 白色的玫瑰花 或者不同其他花 的情況都有 那所以呢 來到這裏呢 就 覺得 很美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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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感覺 那 覺得是 很舒服的 那 上次來紐約呢 其實已經是 應該超過十年前的時間 那所以 我對於整個紐約 就是 那些 大廈 那些 坐地鐵 或者 不同的地方 都已經是 不太記得 那 就 當然之前都沒有來過這個 這樣的 911 的一個 Memorial 的一個位置 那 呃 Museum就沒有去 就是911 但是 這幾天就 就是有 去不同的Museums 但是我不想在Museum裡面去 很大聲地拍片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主要就去了MOMA 那 還有一個 啊 Guggenheim 的一個 Gallery 那個就小一點 那 然後再去 Lateral History Museums 那個 真的非常之美 我印象中 就好像都去過 就是十年前 那 但是 好像那個印象 已經不是非常之深刻 那 但是 看裡面來的東西 也是挺美 那 今次來紐約呢 我 我覺得 紐約自己是未必適合 尤其是 嗯 搬了來倫敦之後 然後就覺得 喂 嗯 紐約或者美國 未必是適合 喜歡 就是 地鐵又可能是比較 舊一些啊 比較 是 骯髒一些啊 又說有很多老鼠啊 等等 等等 那 但是其實今天 已經是第六天來 紐約 我覺得 其實地鐵那個system 那個設計啊 或者那個規劃呢 當然不可以 Apple to Apple 跟英國倫敦比 那 因為 整個 紐約的城市呢 就比較長型一些 就是 最旺的區 就是那個area 大的area 就是 Mahattan 那分 Uptime Midtown 和 那如果是新一些 或者是之前比較 呃 沒有那麼多人住呢 就是Brooklyn 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比喻剛剛 就是好像上海的一個 葡西那樣 傳統都是在那裏 就是商業區 最多人是在那裏住 那 葡東 就比較少些人 就是 但是葡東就比較新些 甚至去到Brooklyn那裏的話 就是一些 呃 那個 逛街的地方 就是去高難網那麼多 那 走下去呢 都是覺得比較 舒服些 甚至有少少 就是像日本 東京 原宿 或者LA一個 就是密度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而逛街又覺得 走得很舒服 那譬如 你説得出的一些 就是大牌子 就是當然不是 就是最名的那些 LVMH MS那些 但是譬如 Supreme 就是比較型的那些牌子的話 都是在那裏 是有個分店在那裏 那 走下去都不錯 呃 地鐵系統來説 那 一會兒不知道可能 會不會有機會 拍一拍下去 那 希望不會太重 那那個位置我覺得 它的好處就是 就是 爲什麽剛才我說 不可以Apple to Apple 因爲倫敦的設計是 中心就已經是 北京堡 Palace 北京漢宮 那它好像北京城那樣 就是紫禁城那樣 一環二環 三環四環那樣 走出去 那跟著 倫敦其實都是有少許相似的 都是就是 以那個核心就是 白金漢宮 跟著就射出去 那你在設計那個 地鐵的時候呢 你就迫不得已 就是好像一個 怎麼說 有一個circle line 但是就不斷 好像有一個太陽那樣 輻射出去一條條線 但是你去每一個地方 可能就有少許不方便 但是在一個 紐約的情況 因為是一個 比較長形設計的情況 那所以這些線呢 就是其實沿著那個 地標這樣 長方形的去設計的話呢 真的偏向來説 是比較方便 比較容易一些的 那就 我始終 就是去過這麼多大城市來説 我覺得 比較舒適一些 或者坐車方便一些 最好都是東京 因為 山手線啊 和不同的線 就是大家一起重疊來説 都是相對來說 就是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去 去坐 那覺得不用轉很多程 已經是去到你的目的地 那但是這邊其實都不錯 那 主要就是去 其實那些線呢 就很闊 那很多條線呢 第一 第二就是 去Imperial 其實它會有幾條軌去走 那 就是之前都坐過 坐錯過車 那 譬如其實它有快車的 那我舉個例子呢 你從荃灣其實 我舉個例子 可能七八成的人 都可能是去旺角啊 太子油麻地 或者尖沙咀 那所以中間比較小一點的站呢 那譬如好像大窩口啊 呱興呱坊啊 或者等等其他的話呢 它就是飛站 那它就直接就可能去到旺角 那其實 省了很多時間的 就是 搭的方法 那但是 那 那 就是一開始的時間 那就 沒有這樣設計了 那我沒有辦法 那 就是這個都是 沒什麼辦法 那但是 那 再帶來大家看另一個地方 那這個 就是一個 好像 水的形式 那樣 就是 去射下去 那我先抱一抱 那 所以地鐵方面呢 我覺得真的比較 方便些 那坐得是 幾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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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其實本身之前都是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應該可能是維修 就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有個洩水來講就...看下去更加利 那...就...地鐵那個站就是... 這樣的形式啦 那...所以我覺得... 坐在... 紐約來講那個地鐵就是覺得... 偏向來講是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比較方便一點 那個設計真的很好 那... 唯一就是物價真的貴啦 那... 如果大家... 就是... 牙痛的聲音說移民很貴哦 就是... 搞不定哦 那... 如果你倫敦都覺得貴的話呢 那...紐約呢是更加貴 就是一頓我覺得吃個貝果都可以是... 就是再加上... 我問過雷種啦 就是我吃了個貝果再加上一杯熱的咖啡 而那杯咖啡都是一些... 積磨...積蔥的咖啡來的 都不是就是一些什麼手蔥的咖啡 那...譬如問他說多少錢呢 那...其實都是成... 十六七元美金 那...所以絕對是... 不是說很便宜 那...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 紐約應該住啊等等性的環境呢 會更加... 差一點點 小一點點 還有比較貴一些 那...所以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其他東西 譬如你買... 名牌啊... 的東西呢 或者買iPhone 那...可能是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就是... 便宜過在... 雷敦 那...所以...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 便宜和貴的情況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就... 呃... 紐約那個感覺 我覺得那個vibe 都是很好 就是... 呃... 整個西班牙... 講西班牙文的人的人口 我覺得好多 就是... 我無論是... 坐地鐵啊 逛街啊 等等性 或者... 甚至落到JFK 就是當... 落機的時候 都已經是聽到很多... 的這些... 西班牙文的... 的聲音 那... 我覺得... 在這裡的西班牙文人口 是非常高 甚至有些廣告是只寫西班牙文 沒有寫英文 那... 所以... 它是在target著... 就是... 可能Latino American的人口去做 那... 坐飛機有幾好的經驗 那我坐Version 就不是坐... 這個... 美國的航空公司 特意不選... 美國的航空公司 那... 我就去坐Version 那... 落到JFK 如果有沒有記錯是... Terminal 8 那... 那個我覺得是比較... 我忘記了Fording Age 不好意思 那... 但是... 落到JFK 非常Efficient 那... 很快呢 就是已經拿到行李 還有... 排過移民局呢 都不過天 那... 都會跟他航空幾句啦 或者他... 例外都會問一下你 爲什麽會... 來美國啊 那你跟我說... 就是... 爬馬拉蟲 其實這裡的人都... 對於你爬馬拉蟲啊等等性的東西 都是會比較... Supportive 一點 都覺得... 嘩 你好好耐哦等等性 那... 都是很好 那... 拍片拍到現在... 這個位置先啦 我應該... 之後都還會有些片 可以加進去 那...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好 來到雲觀科技hashtag的時間 那... 出到來... 另一邊 那... 就... 昨晚我就在... Weltray Center那邊去... 拍啦 那... 今天就出了來... 環境 那... 可能比較吵一點點 那... 那... 主要我就過了來... 就是... Brooklyn的Bridge 以及 Mann Hatton的Bridge的中間 那... 環境就很漂亮 那... 我其中一件事... 很喜歡美國的... 就是紐約的建築就是... 其實現在已經不會了 很少用鋼鐵再去作為那個... 橋的主要的... 建築的支撐 或者是一個物料 那... 因為... 鋼其實... 就是... 維修就是... 保養難一點點 因為始終會有山秀等等等... 那... 運營土的設計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 都會比較... 堅固或者... 耐用一點點 那... 但是... 鋼鐵的橋呢 真的好漂亮 那... 你會見到所有的支架啦 那... 它是... 行車 和... 應該... 人都可以經過的嘛 見到跑步的 那... 可以經過了 那... 非常之靚的橋 那... 中間如果有些鐵路經過的時候呢 那... 就會比較吵一點啦 那... 但是那些聲音都是覺得... 即... 當然啦 你說在附近住 很慘 受個噪音 但是在附近經過 我覺得是... 非常之靚的 那... 另一邊的橋呢 就是... 都是斜拉索的形式 都是非常之靚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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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天就... 不是說... 放晴啦 有些陰啦 那... 但是... 望著的景色呢 都真的相當美 那... 跑步就經過這些橋啦 那... 那... 就... 都是... 跑橋就很辛苦啦 那... 都說了少少廢話啦 就是... 跑馬拉松的經驗 那... 上次練馬拉松呢 其實呢 就有一些... 都幾長時間啦 我成... 練了成差不多九個月 那... 第一就是... 上次馬拉松的比賽呢 其實都是已經... 差不多三年前的事 那... 所以... 就是... 我都不敢怠慢 都是... 就是... 用多少少時間 主要就是跟跑會跑啦 那... 因為很多其他人... 那... 朋友就是跑這個輪的馬拉松 那... 我就跟他們機 那... 一個星期最多的時候呢 就跑... 四十幾K 至五十K左右 那... 那... 主要就是... 就是... 就是... 星期日早上呢 就有長貨 那... 那... 長到什麼長貨呢 就是大約... 最高峰的時間... 跑到三十五K 那... 有朋友就會問說 喂... 不是馬拉松 四十二點一九五K嗎 那... 如果你跑三十五K 夠不夠啊? 練的時候呢 就是除非你是鐵人 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就... 很多時候跑到三十五K 其實就... 夠... 可以收工 那... 因為... 主要就不是只練長貨 那... 練長貨就... 儘量就用回你那個馬拉松的Pace去跑啦 那... 其實還有兩個貨 那... 第一個就是Tempo 一個... 就是... 比較不同的節奏的跑步 那... 那... 多數就是星期二就跑大約十K左右 那... 那... 另一貨呢 就是要跑圈 衝圈 那... 最真是衝圈 因為... 你如果要衝時間的話呢 你差不多... 我想... 你... 起碼... 就是一個圈四百米的話呢 你可能都要差不多跑一分三十秒才OK 那才可能要去到... 跑到三個小時三十分鐘的這個馬拉松的一個... 一個情況 那... 所以都是要下輔功 那... 那... 就... 我... 一個星期最多就是跑差不多四五十K啦 那... 那... 多數以這樣形式的 我避開了那些人才可以吵 那... 那... 那形式去跑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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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跑得多 就準備方面其實就是 跑那兩就是欺負不了難度 那另一方面其實 功育善歧視必須離其器 那就 哎 的話 其實就 需要 我就用AlphaFly的 主要就是 我見很多人在今年 早點的時間就是跑 這個渣馬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用那對鞋來跑 那 next percentage 他的理論就是說 如果你跑的時候 就會 省了4%的一個 一個 energy 但是就跑到同一個距離 那都差很遠 因為其實雖然你說4%好像很少 但是 跑了上來其實 就是如果42.195 跑了如果是 省一點時間 都差很遠 或者省了一個 effort 那對鞋也挺重要的 因為跑步 主要都是對鞋 那其他的話 就是 都有一些用的 譬如手袖 那如果天氣冷 那可以保暖 第一 第二就是其實對 對鞋 對鞋也要有血液的 一個 circulation 那 那方面也是要保養 另一方面就是 對鞋 對鞋也是重要 因為 嗯 嗯 我就用場襪 都是幫助到 一個 circulation 的一個幫助 那 幫助到你 盡量不要那麼容易抽筋 那 Fastling的話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其實 Fastling也是重要 那Fastling 塗在哪 那腳 因為腳的摩擦 就比較大一點 另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 男士會比較忽略一點 就是 其實就 要塗在 鞋頭上面 那因為 嗯 其實 42.195公里 如果你尤其是穿那個 嗯 那個物質是 就是比較 棉質 或者是一個摩擦 或者是新的衣服呢 你就真的要小心 我不建議你穿一件新的衣服去 跑馬拉松 那就 因為那個摩擦 或者一些纖維比較新一些 比較粗粗一些 那就 摩擦到你的 鞋頭呢 會很high 那曾經是 有人是 就是 我看到跑完的話 他的樣子都很痛苦 那在乳頭那裡 都是出血 我不是開玩笑 那 這些東西都是比較重要 就是很多細節 那 嗯 錄大就好一點 因為就是 很多有心人都拍了一條片 那麼 大約知道你 上下哪些位置 要留意的等等性 那 如果大家有看Formal 1的話 其實 譬如你看回一些 就是 最近這家就 MAX 就是 這個荷蘭人 那 紅油車隊的首席車手 第二 暫時排第二 但是今年 就是 下半個月都是有脫軟的 一個 Sergio Paris 一個 墨西哥的車手 那 其實你看他們 或者絕大部分 就是這些Formal 1的車手 都是 就是 包括周冠宇 那我猜他們都是 很熟一條賽道 他閉上眼 已經是玩一個Simulation 已經很熟 那麼 世界上 20個最厲害 就是 就是 賽車的人 每個星期 差不多 就是 大家有個比賽 那麼 所以你們對這條賽道 都很熟 究竟什麼位置吃GEL 啊 什麼位置去 就是要有個心理準備啊 樓前鬥後等等等等 都是有些Strologist在裡面 那麼 如果做好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就 呃 如果又粗 因為 長跑就很公平 就是 跑得多就是 就是好像 儲理數那樣 那你的成績 正常來說 如果沒有受傷等等等等 都是 會做得比較好些 那麼 希望大家 就是 都做運動啦 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跑步 我不是說跑步是唯一的運動 但是 但是 就算計真運動 為了自己健康 那麼 每天其實 走一萬步 或者 起碼 就是有個大洋的活動 就是有心跳 一些 活動的話 都會盡量去做 那麼時間夠了 那麼 就是 希望大家喜歡我在紐約的影片 那麼 今次在紐約裡面都非常之開心 那麼 多謝大家支持 好 拜拜